准新人好幸福趁天气好逛婚纱展结合中式跟西式汉服 不少新娘选穿如果想走西式气着风 断面白纱询问度也很高 除了在本来的中式元素上 还有更多了一点西方礼服的设计感 虽然从民族角度看 2024年没有立春节气被称作是无春寡妇年 外界有不宜结婚传言 但今年有金龙年加持 不少人抢身龙宝宝 婚宴商机还是无穷大 婚礼商机强强棍 不止婚纱业者有望受惠 婚宴会馆也赶紧布局 预估在今年3到4月会迎来往季 我们预计会在3月份和4月份 因为刚好是春节过后 我们因为在夏季婚纱展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新人 在农历春节前来举办他们的婚礼 希望金龙年加持 把婚礼相关业绩催上去 毕竟现代人晚婚也不敢生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 2023年人口统计 出生新生儿13万5571人 相较2022年减少3415人 再创统计以来新低 就去年12月数据来看 各县市中结婚率最高是新竹市 离婚率最高是澎湖县 TV新闻 谢谢观看日品节 台北彩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